下一位周宜忠先生 请入内 麻烦你来一段专场表演好吗 怒发重观 平难处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周先生 周先生 怎么样 谢谢可以时间到了 什么时间到 你们不是说有三分钟的表演吗 我这还没唱完啊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不是吗 我一个退休的老师我来这里征选 你们说没有年龄的限制吗 那我唱这个也不行吗 周先生是没有年龄的限制 但是我们征选这个呢 是花旦的角色 花 花 好像是唱老生啊 我 我专场表演我就会这个嘛 呃 不好意思那麻烦您先到外面等一下 怒发重观 平难处 你不要拉我 不要拉我啊 把周先生抬出去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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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啊 哎呦 没有把表演收尾 这收尾不干净哦 因为被拉出去了啊 被拉出去了 那你要说啊 你慢慢声音fade out嘛 因为专业演员演得这么不彻底 我刚才是演得太真实的状况 真的我们刚才在模拟这个 在演员征选的过程当中 真选的时候 真实的故事 对 那刚前面提到打工面试 提到影视的视镜 对 这都表演都比较小 就因为表演就在镜头前面 没错 可是你要当一个剧场演员 哦那不一样哦 那完全是前面有评审老师在里面 对前面就一排评审老师坐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你参加什么超偶啊 呃 参加什么那个 海选啊什么的 海选啊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 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经验 呃 刚才那一段呢 是我们有一次在征选演员的部分 有一个大概七十几岁的一个退休的国文老师 对但是我们他下场没有那么惨 对啦 刚才是有点有点 那他他表演就是刚才唱那个 满江红 满江红 真的哦 他那个声音是红亮啊 他唱但是 我们因为我们的确上面没有写说年龄的限制 希望大家有机会 不限年龄限制 通常都会写说 只要你满18岁 有热情 有热情的 对那那个老师因为他有来 他真的有热情 非常有热情啊 看到这个东西他想来尝试看看 因为真的到一个年纪 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吧 对那其实剧场征选这一块 其实会更有挑战性 对因为像我自己第一次遇到就是 我在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考艺术学院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挑战性 有数科考试嘛 对要要要 那数科考试呢我们通常就是 会有面试跟这个比试 那我先不讲比试 我讲面试这个部分就好 那真的是你没有表演经验去那个地方 很恐怖耶 怎么说 这很像在过五关斬六将 通常第一关 我们通常是分几关的 就是动作 考你的动作 然后声音 专场跟即兴 那动作通常呢 就一开始他可能会有个学长 就在一个准备室 暖身带你 然后就开始很紧张 暖身 你先动一动 不会受伤 然后呢 进去呢他就开始 先做一段动作 而且你要跟着做 马上跟着做 测试你的反应 对还有你对动作记忆力 然后做完之后呢 都还好 反正你就觉得很糟糕 因为大家都不熟 除了是舞蹈歌系 记动作很厉害 对 蜡拍啊什么的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那时候在考试的时候 然后他有一段就是他放一段音乐 就放一段音乐给你 听这个音乐的感觉 给你去做动作 音乐即兴 但他不要你跳舞 哦 肢体上的变化 对他要你做这个 跟音乐有关的 比如说你是 比较柔的 然后你的动作可能跟着这音乐的感觉 然后用上来作一体 柔性的动作 比较豪放的做 诶 不是者 这做你是怎么表演吗 我就想看 我就不会跳舞啊 对啊 我想说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做 想像自己是在那种 蒙古草原里面 哇 远马奔人的那个样子 你有继踪不能骑马的感觉 蒙古大汉 蒙古大汉 然后在操兵演练的过程 然後就看著自己在翻跟斗 就看著一直翻一直翻 你那時候可以翻跟斗啊 開玩笑一個胖子翻跟斗 你就看到豬肉會在那邊甩來甩去嗎 你馬上就得分了 不是 重點是我又翻得不好 所以呢你就看到那個那時候地板很大聲 因為沒有受過表演訓練那種力道不會難 沒辦法提氣 就砰砰砰砰砰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老師的表情啊 剛開始就很開心就笑就想說 這胖子會翻跟斗還不錯 可是越看越你學的一直翻 因為我就一直翻 因為你想不出新的招 我就一直翻一直翻 然後就想到說那個老師的表情 跟旁邊那個學長姐的表情 就開始 臉就開始慢慢的揍起來 開始擔心了 對 開始擔心了 會不會受傷啊 會不會受傷啊 擔心地板會壞掉 太過分了 考完之後就說哦 如是重負 然後一關就比一關 一關慘 第二關到聲音關 唱歌是你的強項 不是唱歌 聲音關他就是 他可能就給你 唸 唸台詞 唸著聲音的口白 然後他就測試 測試你的聲音 音色啊 音色啊 投射力道夠不夠啊 然後唸 你想說啊唸唸 唸這聲音我還ok 就是長相不怎樣 表演不懂 可是聲音的掌握度我還可以 唸完之後沒想到 他竟然問我問題 哦 他就問我說 我記得我唸那個是 類似一個心事還是什麼的 還是一個散言 他就說 啊他名字就叫孤陰 孤獨的老陰 孤陰 哦 然後那個處理老師就說 呃 請問一下你在唸完這篇文章之後 你有什麼感想 哇這即興的問題耶 你不是有唸 馬上就要回答出來 這個東西是有感覺的耶 我說嗯就是 感覺就是 很孤獨啊 在那個門門門海當中 你很孤獨 然後你知道老師跟我講什麼 講什麼 你這不是說廢話嗎 我就想說完了 我考不上了 然後心情非常沮喪 在很沮喪的狀態下進到第三關 欸 考專場 哦那你應該有所準備啦 專場 不是 我跟你講 在專場 就是專場 又沒什麼特色 唱歌 我就輕唱 大家都會唱歌 最容易 對 對 輕唱啊 所以其實你又覺得也沒什麼特色 嗯 感覺就是啊 可是你唱還可以 對 就是輕唱 沒有什麼讓評審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對 然後呢 進到最後一關 即興 難度也是很高的 你馬上出題 你知道做什麼 我的指導老師羅北安老師 哦北安老師 他是主考官 哦 他出了什麼題目給你 然後呢 他就很 不是很潔 但是我還不認識他 哈哈哈 他就他就這樣 很微笑 你看他也是個胖子 胖子笑胖子 你看他多沒有同情心 他應該是覺得 哎有有這個 然後他笑起來 親和力 他眼睛又看不到 嗯 然後就想他就說 好 不要緊張哈 後面的道具你都可以用 後面有放一些道具 你現在是一雙球鞋 你是傻的 我是球鞋 我是球鞋要怎麼演啊 天啊 對你本來想說 非常抽象 他會給你一個情境 譬如說 在一個人 壞人啊 你一個人走在 山林小鏡上 害怕的感覺或是什麼的 帶著你親愛的女友出現 一個劇情給你 下大雨 啪 你就開始接著往下演 這其實也是 也是你們的一個一個段 但是有心理準備 可能是類似 這種考試 就沒想到他說 你是一雙球鞋 你自己還變成球鞋 就兩個是球鞋 他沒有給你任何情境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演 哎這還真的不容易 馬上就要想說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創造情境 你知道嗎 然後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就是 就球鞋嘛 然後我就開始就蹲下來 因為你人不可能像球鞋嘛 但是你要把那個情境 表現的像 你是球鞋 一雙鞋子的感覺 然後你就就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又不能一直不講話 對你要馬上有動作 他有說 你可以選擇講話 我不講話 隨便後面道具你就可以用 是一雙球鞋 然後你怎麼接下去表演 我就印象中 蹲下去之後 大概二十年前的事情 然後就開始蹲下去 然後就開始 好新的大爺啊 開始講話了 乾脆來買我啊 就很拙劣的表演 你知道嗎 然後 跑高中生的表現方式 老師就是他就會開始 因為你 引導你 開這樣的哏 開這樣的開頭 他就你演 他看你快演不下去了 他就會適時給你一個狀況 讓你去看你的反應力怎麼樣 考你的即興 他說好沒關係 你現在呢 有一個人走過來了 欸 有個顧客 對有個顧客走過來了 要買鞋子了 那你就開始去轉 那他看你這個主題 可能你演不下去 他就說好沒關係 OK 這個先到這樣子 那你現在呢 是一台電風扇 電風扇 那你就開始把自己變成電風扇 然後就開始吹 開始自己搞自己 就覺得 就覺得你在那一關真的是 完全沒有形象 然後就你演出來 然後非常沮喪 因為你生不如死 對不對 就是不如死 然後表演 嗯 卓略 怎麼 真的跟他考戲劇系啊 對啊 那可是我後來 其實跟我們同學在聊天的時候啊 我發現其實大家都一樣 都是 而且還有人會錯意 什麼什麼 然後就譬如說 你現在是二手煙 二手煙 然後我那個同學就開始 就拿煙起來 然後點打火機 就開始在那邊抽 然後大概演了30秒之後 那個北安就看不像 就說 老師 對不起 我是說你是二手煙 他以為你在抽 不是你在抽 二手煙怎麼演啊 煙耶 對啊 煙啊 哇 你要飄啊 所以那東西很意向的東西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看到你的創意 你的對 你的即興反應的能力 可是其實這過程是非常好玩 而且重點是 演什麼東西都有狀況 像我一個同學 他 你現在是台救護車 他演演演 那我就說 好你現在出車禍了 哈哈 救護車還要出車禍 天啊 你是台電腦 就可以演演演演 好你當機了 哈哈哈 你現在是一隻鳥 好你現在撞到序了 就是每個過程他就會 他就會給你一種的情境 可是我覺得 雖然當下你會覺得很難堪 嗯 可是你出來 你反正後來去回味這個過程 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那個 這種考試哦 你只要抱著一個就是 你要非常不要臉 你根本不要覺得說 有羞恥心就是害羞 哎我這怎麼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放出來 就是隨便演 對啊其實 其實這是我們後來 這幾年經驗累積下來 因為我們自己現在 剛開始這沒辦法 然後也都audition別人 對不對 讓別人來徵選 所以你反而會知道說 如果我是一個評審 我想要看到什麼樣的人 嗯 其實你動作觀 其實動作不外乎就是 真的不是說 你要看到你舞蹈的表現 真的都會翻跟斗 舞蹈戲一定都跳得比你好啦 那你沒有 你不是舞蹈戲怎麼辦 所以重點是 他看你的 比如說你身體本身柔軟度怎麼樣 或是控制能力 身體的控制能力 然後發展性怎麼樣 哎 比如說你可能彈跳力很好 對 可是你可能柔軟度比較差 硬邦邦的 這個東西是可以練的 對 慢慢練是可以練的 那比如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對動作的記憶力 嗯 他不是要你真的會跳 可是如果你動作記的快 表示你學習能力強 哎 那這樣的人發展性就高 對 對 所以他不是說要叫你會跳舞 而是說 他藉由這個動作過程中去測試 你在這部分的一些能力 所以其實在做這樣的audition的時候 你能夠有什麼強項 你就做出來 對 就盡量去做 不見得是你會跳的跟高 他可能就不讓你上 不會 他就是讓你多訓練 那我覺得最好玩就是 真的就是聽聲音做動作 哦這個 他可能給你一個節奏 他可能給你一段音樂的情境 可是你就這個音樂 所以這也是我們日後其實拿來考演員 這很好玩 我覺得這個最喜歡玩就是 真的話 對 你可能是剛開始是一個很rock的一個音樂 突然轉變成是一個很輕柔的清鋼琴的聲音 或者是什麼的 或者是什麼宗教的那種心靈 哈哈哈 你要在過程當中馬上去做一個轉換 對 從動作的情境當中 所以表示說你對這個音樂的理解能力 跟你的聲音動作搭配的一個過程 嗯 就是動作觀其實主要要去考慮到的一個部分 但是像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做演員真飾的時候 最常看到做專長表演這個東西 最常都最常的一個表演叫模仿 你有沒有印象 真的 我跟你講 然後我都是模仿一個人叫做 諸葛梁 底哥梁啊 大概十個裡面模仿有八個人都是 底哥梁啊 我想說現在年輕人怎麼會看底哥梁 看得這麼那個 因為 諸葛梁他非常有特色 所以大家好像模仿就是現模仿最有特色的 可是說到專長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 毆了太多演員的經驗 對 真的會覺得很多人 因為這是這關叫專長嘛 對 專長才藝表演嘛 你就覺得很多人來模仿 一點都不像 而且我覺得不像是專長 對 然後呢 講笑話 一點都不好笑 一點都不好笑 對啊 然後呢 演戲 一點都不會演 那我就想說你根本是 字幕已經不叫專長 你專長就是 你把你最拿手的拿出來 對 是主要是加分 因為真的 你透過這個東西讓評審看到說 你的專長是什麼 那 maybe在我們接下來排戲的過程 或是在 他可以用到你的專長上面的 表演來做一個延伸 你會用那個 口氣 對 口氣 噴火 來噴火噴一下 噢 我現在看不到 你現在在示範就是那種 不夠專長的 噴火不是人家 譬如說你會用那個鼻涕 可以吸得很長 就是流很長 那把它吸回去 這個叫專長 這個叫特異功能 這專長啊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專長表演 你有兩項重點 你一嘛就是要很專精 真的就是讓表演哇 出神入化的一個專長表演 第二個 你就是要出怪招 因為你要讓評審對你有印象 我記得我那時候 大學考試的時候 然後我們已經後來變學長姐了 然後學弟妹來征選 然後呢 就有一個人考專長 那表演什麼 他呢 就這樣 很是啊 大家好 我是誰誰誰 我今天要表演的是 內在的掙扎 然後他就 他就開始 因為剛好那個教室裡面 有那個美術系的那個雕像 嗯 他就把那個雕像 放在一個cube上面 然後就開始 自備了一隻那個狼頭 不會吧 還要幹嘛 看著他 然後 手慢慢舉起那個狼頭 打碎他 準備要砸 然後就開始 非常掙扎內心 我到底該不該砸呢 然後這邊正常 然後評審剛才就瞪在眼睛 想說 不會吧 你不要砸他 不要不要 就是他們的眼神已經透露說 不要不要 你不要砸他 你不要砸他 他就一直很正常 到最後 手一舉起來 真的砸下去了 就把那個雕像砸破了 他不是一個道具嗎 然後呢 不是重點砸破沒有關係 掙扎也展現出來 評審也看到 問題是 因為你把這個砸破了 所以現場要清理 花很多時間 花十分鐘 所以後來呢 很顯然 他有沒有閃沒有閃 沒有看到這個人 出現在我們戲裡面 他製造一個危機耶 其實就很準 怎麼會有人想到這種表演呢 你可以出怪招 譬如說 我們常常會說 你如果說 你表演 大家好 我表演專長是 破甘蔗 就拿一支很長的甘蔗 開始破壞壞壞壞壞壞壞 而且邊破壞 你還可以邊唱歌 邊什麼 欸 這個很特別 評審就會覺得 印象很深刻 像有人就說 平常好 我很會吃苦 他就拿一罐苦茶 苦瓜 就開始嗑 開始喝 這個也很搞笑 印象很深刻 對 出怪招可以出 讓評審印象很深刻 沒錯 可是你千萬不要去 搞那種真的是 會讓人家哭笑不得的事情 這個很恐怖 專場裡面最常遇到的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其實在劇場徵選裡面 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聊一聊 好